好幾名手持步槍的員警 站在車尾對著前方已經走出車外的嫌犯大喊 嫌犯一靠近員警立刻上前將人逮捕 他就是涉嫌襲擊川普的58歲槍手 佛州警方公布逮捕嫌犯的直擊影像 負責追捕的警官表示 嫌犯落網時相當鎮定 不過也因為太冷靜露了線 落網後不到24小時嫌犯被帶往法院 被控持有槍支等兩項罪名 不過犯的動機還有待以進一步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